4-2 Google的表单 Google可以设计问卷哦 一样在云端硬碟的地方 进到云端硬碟以后呢 点选哪一个 新增更多的Google表单 把它点起来 表单就是一种问卷 想问什么都可以 哦,这表单非常受欢迎哦 那接下来进到这个Google表单 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 先给大家一个名称 预设叫无标题表单 对不对 点在这里表单输入完 我再加个B好了 因为我之前做过了 那打完标题名称 接下来请同学在左上角这里点一下 就会把我们表单的名称丢到这里 这个是档案名称 这个是问卷标题给大家看的 是不一样的地方 好,来 接下来我们来做第一个 姓名用简答题 比如说我要问使用者姓名呢 点在这里 未命的问题点一下 输入姓名两个字 当你字打完它很聪明哦 自动会切换成简答 有看到吗 那把这里点一下 切换到紫色的表示说 这一题一定要填 来,我们要来做第二题咯 姓名字要问哦 接下来点这个加 新增问题 好,把字打进去 性别 哎,它又自动侦测了呢 那侦测到你输入的题目叫性别 所以我可以把女跟男 点一下就加进来了 哦,是这个 这一题一定要填哦 切一下吧 接下来我们要做班级 再加一题 一样是点这一颗 新增问题 把题目打进来 那班级呢 我们要改用什么方式来做呢 下拉式选单 这题型,题目在这里 题型在这个箭头 点一下 所以这里有简达、段落、选择、合取方块、下拉 哦,好多哦 那我们点选下拉式选单 那下拉式选单 接下来开始打啦 比如说六年一班 点一下,对不对 六年二班 六年三班 点一下 就要自己打哦 四班 当然打完以后 你就用复制的方式 这不用打 点一下六年五班 哦,就打完了 那这题如果一定要填 就记得切换到这里来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地点的投票 我们要做选择题 我们要进行旅游地点的投票哦 好,一样 再新增一题 加 旅游地点要进行投票 好,那有什么地方呢 好,这是选择题 我们要让同学自己选 第一个 点一下打一个叫 建屋山 第二个呢 六福村 第三个 九竹文化村 还有第四个选项 叫 小人国 那如果选项弄错了 增加不要就把它点叉叉关闭了 好,就可以加进来 那接下来 这题也一定要填 就点这里哦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建议事项 有什么意见要反映的呢 或者什么意见要跟老师说的 新增问题 我们就点选 题目叫建议事项 那自动会切换成段落哦 那充许老师说明一下 来 这个简答是问 你叫什么名字、身份证 如果要问的字很多 打一篇文章呢 就用段落 这个选择是只能选一个哦 核举方块可以选好几个 下次选择也只能选一个 这个跟这个结果一样 可是样子不同 那可以档案上传 满意度调查 那一次问好几题 那这也是一次问好几题 日期、时间等等等 这是题型的变化 看起来呢 我们都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切换主题图片 在上面这边有看到一个调色盘吗 我们希望问卷让看起来有点阳春 对不对 白底黑字 把这个点一下 可以给颜色哦 除了给颜色以外呢 这边还可以设什么 选择图片 选择图片点完 点选完 这里就可以看到 Google提供现成了很多的背景 这个是学校 公司跟学校的背景图 点的就点哦 那这是插图 这里有好多 同学可以自己选 那老师 我可不可以使用自己的照片 可以 自己的照片在哪里呢 再往下 以卷轴往下啦 哦在这里 上传 在这里在这里 譬如说我希望传自己的照片 把它传上去就可以了 那这边冲小师就不传了 我们直接使用它里面内建的图形 好 在旅游的地方 我选一个 我选这个好了 选完第二点点 插入 那这样呢 我们就有 我们的问卷就 有背景图了 好 要再等它一下下 好 图就加进来了 好 接下来就请同学把问卷做完吧